第二个就是讲话的习惯可以变得更free一点 讲话更慵懒一些 就讲话不用太过的认真 就是你把整个句子这样滑过去就对了 糊糊的混过去 这样就会很台湾 第三个就是香港人 一定一定一定要好好练习的 就是今天这支影片是用国语来讲的 因为香港人听得懂国语 然后台湾人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继续看 好久不见,我是珍珠 Yo大家 我是2020年9月来台湾的 然后现在已经2023年的7月了 7月还是6月 6月了 6月了 反正到现在已经快要3年了 我从一个我还没开口讲话 从打扮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外国人的 的状态 进化到现在 只要我不说自己是外国人的话 都不会有人发现 我有可能不是台湾人 就是不会有一个 欸你是台湾人吗? 这样的想法 简单来说就是我这三年 融入的还蛮快的 而且我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呢 就把自己变得 蛮像一个台湾人 我整个 Local 起来 还算是蛮有心得跟大家分享的哦 甚至有时候我之前拍影片 就会有一些观众 留言说你一定不是香港人 你一定是本来就是台湾人这边装 听到蛮开心的耶 这是一个很高的称赞 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努力融入这里 真的融入的时候 就会觉得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来台湾留学啊 或者来这边生活 甚至你没有要来 只是来听我讲话的话 也可以 了解一下到底要怎么融入台湾 我今天想到三个 比较主要的 其实应该还有更多 但是可能要分别支影片来讲 因为目前 有点忘记自己是怎么度过这三年 我要回顾一下 OK 好 三个要点 最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我那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 什么习惯 令我更快的投入台湾的生活 台湾生存法则 Let's go 第一个就是要培养你的礼貌 不是说非台湾人就没礼貌哦 就是我之前在文化差异影片有讲过 像香港人的话 我觉得很有礼貌 但是我们表达礼貌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好 比如说我们要进教室好了 前面的那个人帮你hold住那个门 那通常 台湾人的话 你就会讲 但是香港人的话 有可能会讲 从这种事情就会看出来 台湾跟香港表达礼貌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台湾人表达礼貌的方式呢 就是一直讲 谢谢 狂讲谢谢就对了 像谢谢啦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这些都 狂讲 一直讲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 学长姐文化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没有很了解学长姐文化 就我不知道 原来有分 学长跟学姐 然后我们要叫他们 就是跟他们打招呼啊 或之类的 因为在香港我们就是直接叫名字 或者我不认识他的就 不会say hi 但可能在台湾呢比较多要 呃 就是点个头啊 学姐好 学长好 之类的 因为我是念师大英语系嘛 那英语系算是很free的 就学长姐人都很好 不会在意说 你有没有打招呼 但是可能 如果你去别的系 或别的学校 有别的文化 如果你真的要来这边读书的话 建议也可以去就是 Dcard啊 搜寻一下 然后看看 他们那边的文化是怎么样 就比较不容易得罪别人 然后礼貌上呢 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委婉一点 像是在香港 如果朋友问我 诶要不要一起吃饭 如果我不要的话 可能真的会很直接的说 我不用 我不要 但是在台湾的话呢 他们比较会委婉一点 去拒绝别人 同样的情况下 他们会说 先不用没关系 我刚刚有吃饱了 你们先吃 我还好耶 好像先不用 这种的 就是不直接的拒绝 听起来就比较温柔 讲完礼貌就讲语言 在语言方面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第一个就是改掉你的口音 如果你想要更Local一点 或更融入台湾的话 就可以尝试把自己的口音改一下 融入进去台湾人的生活 台湾都是讲中文嘛 大家都知道 但是国语跟 我们在香港读的普通话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自己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是一个北京的老师教我的 所以他 比较北京腔一点 字正腔圆一点 所以我刚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讲话是像这样 后来呢 听朋友讲话比较多 然后也看台湾的综艺节目 然后就有点 被感染了嘛 就是口音有渐渐的变过来 如果你想要练他们的口音呢 可以尝试看看 把所有卷舌音 改成 不卷舌 就是他们 这会变这 诗边撕 之边滋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讲话的习惯 可以变得更free一点 讲话更拥来一些 就想要不用太过的认真 就是你把整个句子这样滑过去就对了 糊糊的混过去 这样就会很台湾 第三个呢 就是香港人 一定一定 一定要好好练习的 就是 避免中阴夹杂 因为你知道在香港就是很爱中阴夹杂 就是我们很多字呢 会尝试用英文去代替 并不是说我们想要show off 或者说自己 英文很好啊什么鬼的 而是 有些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中文讲出来 比如说 hard disk好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中文是什么 USB ATM 7-11 我们没办法用中文去讲出来了 如果想要好好融入台湾的话 他们尽量会讲中文 像是你想要讲 Laptop的时候可以改成 笔电 讲Desktop就改成 电脑 桌上型电脑 今天要去喝Starbucks就改成 今天要去喝星巴克 你想得到他的中文就尽量讲出来 我也的确有遇过有一些台湾人 如果不知道我是外国人的话 会觉得 如果我一直讲英文会 有点烦躁吗 就是会觉得 我在show off 可能这习惯要改一下啦 我也的确 后来改掉之后呢 虽然还是有一点点 但是没那么严重 没有刚开始那么严重 后来就比较 比较local一点 朋友也会比较多 然后 能够接纳你的陌生人啊 或者 刚认识的朋友 也会觉得你 好如果在语言方面 前面的你都做到了 你想要再更更进一步 变比较local的话 他们有一些口头禅 你们可以学习一下 第一个 这样子 就像是我现在讲一个东西 这样子 就把这样子 加在一个句子的最后面 而且他们不太会讲 这样子 他们会把这样改成这样 然后他们打出来 有时候也会打这个 这样子 第二个 什么什么的部分 你知道像是在餐厅 服务生过来 然后跟你讲话 就说 甜菜的部分要先帮你上吗 这个是甜点的部分 他们会加很多的部分 我觉得蛮可爱的 就如果你想要 融入台湾 你也可以学一下这个 然后第三个 啊 你可以尝试看看 在每一个句子 也不要每一个句子 就是 某些句子前面 加个啊 啊你等一下要干嘛 啊 这个是什么 啊所以这个在讲什么 这真的很台哦 真的很台哦 不是我自己说的哦 就是我观察我的朋友 然后第四个就是 各式各样的 收尾词 收尾词 语气词 就比如说 是哦 对耶 好啊 那种的 我们在香港就讲 对 好 是 这种就很简短嘛 但是在台湾你就可以 任意的使用这个 波浪 好除了语言跟礼貌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 我在大一的时候 刚来的第一年 就没有很习惯看路 因为你知道在香港 过马路就是不用看路啊 绿灯就是行人绿灯 就我们都不用看车子 会不会开进来啊什么的 但是在台湾就是你知道 绿灯的时候 旁边还是会有车子转进来 我觉得台湾算很好 就是 司机们都很有耐性的等 等行人都走完了 他们才会转的 所以基本上 不太会遇到 被撞啊 或者 有危险的情况 但是还是要看一下路 这个第一 就是看马路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要在棋楼看路 台湾的棋楼呢 是私有化的 就是说 每一栋房子 前面 人行到 那一块地 他们可以自己设计 那个 area要长怎样 我有听说有一些呢 会把自己的棋楼 设计的特别高 因为呢 有时候下雨 就不想要积水 可能有个楼梯上去 然后再下来 那有一些呢 就是可能地板比较滑啊 在棋楼的话 很容易有凹凸不平啊 或者要走楼梯上去 再走个斜坡下来 等等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 一开始没有很习惯 一直就是 走路就看手机 所以就很容易跌倒 或者扭到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们来台湾旅游啊 或者在这边 长久居住的话 可以尝试 多看路 看着地板走路 就 人身安全会比较足够 好 讲完三个大要素了 最后给大家一些小tips 我当初 可以融入的那么快的几个方法 那第一个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多跟台湾人聊天 像是我是英语系的嘛 你去实际跟一个外国人聊天 比起你在教室里面 读一堆课本啊 文章啊什么 还要有用 因为你真正去沟通 你才会知道 什么字适合用 什么字不太适合 什么样的语气 什么样的口音 你都可以从聆听上面学到 如果你真的想要 improve your chinese 让自己国语更好 最快最快的方法 一定是跟台湾人当朋友 因为台湾人都很nice 就他们对外国人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包容 所以就算你中文不好 他们也会好好的听你讲 然后跟你沟通 好好的练习 就是 每天 practice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 听歌 听歌呢 我通常会选一些比较台湾的歌 像是茄子蛋的 或者 一些独立乐团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 多看台剧 台湾的电影 台湾制作的影片 比如说像是YouTube 你可以找 Dcard 他们就会讲很多很local的话题 大学生都在聊什么 他们有什么看法 那你可以从里面 听到台湾人怎么讲话 然后像台剧的话 我之前有看 做工的人 用酒甘麻酱 俗女养成绩那种的 学到蛮多台语跟国语的 讲话方式 然后再来也可以看一些综艺节目 比如说 我之前很爱看同学来了 娱乐百分百 在上一个level 我会看很多台湾的脱口秀 他们的用字很local 又很有梗 那些梗又可能要有 台湾的一些文化背景去support 你听到那些梗 你想要了解 欸为什么这个那么好笑 你就会去查一些台湾的资料 就又更了解台湾了 你就会变成真正的台湾人了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tips 如果你们也是 就是在台湾读书 在台湾生活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 搞不好下一集就会分享 等一下有点害羞 我好久没有在这里跟大家拍片 就是 因为我前阵子发生蛮多事情的 就是身体的问题啊 然后就可能出了一些小状况 然后还有心理上等等的 就是太多事情了 我会想要再做另外一集 跟大家分享 就是下一次 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为什么会消失那么久 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拍片 没有上片 我的观众都一直密我 就是密我IG 说为什么 就是都不上片 然后podcast也停掉 就everything 就我会好好跟大家交代 下次 约定 OK 好 就这样 嗯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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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